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一件神托付给他很艰巨的工作能够完成 我感觉神也对你生命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托付 而你也正在一步一步去完成 在尼西米身上我们一起来学功课 我们说要知己知彼 你要知道仇敌在干什么 他到底想要怎么攻击你 你才知道怎么样防备他 昨天和你分享说 当你做的事情很重要的时候 有一件事一定会发生 一定会发生 就是仇敌用各种方法蓄意抹黑 好像尼西米面对的 仇敌在那个信里面讲到说 我告诉你我听到风声 我听到别人在讲你要谋反 你知道吗 你知道你现在你马上要倒塌 没了 你知道你碰到这些事情有多严重 你要谋反 然后为什么要重建圣城 因为你要做王 把一些莫须有的东西扣在他的头上 那个目的是什么 就让你慌了 怎么会有这样说 怎么会有人这样说 然后他接下来的第二步 就是假装做好人 我读给你听 他说现在 我告诉你 现在你不要担心 我告诉你 这个话 我听到的这些风声 现在一定已经传到王的耳朵当中了 他知道这是最麻烦的情况 外面传也就罢了 传到王的耳中 就好像有人说你对公司不利 我告诉你现在董事长都知道了 你知道吗 哇 这下严重了 怎么会连老板都知道了 怎么办 他让你害怕 让你担忧 让你慌乱 而在慌乱他就说 所以来来来你赶快来 他说我们彼此相议 你知道我是对你好 我是为你好 你赶快来 我们来帮 我帮你想办法 当你在一片慌乱的时候 他趁这个机会 好像一个服务 让你乱抓 你就抓到有一个人愿意帮我 然后接下去 他那个恶意 就可以进到你的策略里面去了 千万不要这样 千万不要容许仇敌 借着环境里面的一些 莫须有的 根本没有的事情 惊吓你 让你害怕 让你愤怒 让你慌乱 真的不要慌乱 可是怎么样可以不慌乱呢 安静在神的面前 只有一个方法 安静在神的面前 因为我们的神是 即使洪水泛滥 他仍然稳稳地坐着为王 我不稳 我会慌乱 但是神从来不慌乱 就算洪水泛滥 洪水泛滥的意思是什么 失控了嘛 那个洪水涨起来 连河堤都已经冲掉了 泛滥了 已经失控了 人会失控 我会失控 我的神永远不会失控 来到他的面前 你就会安定下来 当你安定下来的时候 仇敌就不能够 在你的生命当中 见缝插针 他不能够借着你的慌乱 介入你的人生 然后带下很多不好的笑 求主帮助你 在上帝的恩典当中 记得 在一片混乱当中 赶快回到神的面前 因为即使人失控了 我们的神仍然稳稳的 坐着为王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